今年港人报读台湾大专人数是近十年来最高 有升学资讯平台说 近期多了成年人查询透过升学途径而居台湾 驻台湾记者欧国勤报道 台湾近年小子饭问题严重 不少大学面临收生不足 我仅仅关注对劳动力的冲击 有大学认为加强招收香港学生在内的境外学生 是解决方案之一 其实台湾最需要弥补的是15到65岁 这个中间阶层的一个劳动力 那我们希望透过他们来台湾先读书 读完书后留在台湾工作 因为台湾真的很需要他们 我说句实在话 根据当局统计 去年台湾各大村的香港新生人数有近3000人 较前年增加近一倍 数据也是近十年来最高 而今年透过海外联交报读台湾大学和研究所的人数 已经有超过5600多人 较去年多大约1500人 有升学网站说 去年开始也接到不少成年人的查信 尤其是集中在20几岁30岁 其实他们是想要来台湾 寻找新的人生机会 对40到50岁这个是比较有趣的 本来想要来移民 但是可能我们移民见太多 所以他们有点延期 就选择另外一个方式 就用升学的方式先来台湾 他估计港人赴台升学热潮会再持续至少三年 建议有以赴台就学和发展的人 注射当地的人才需求趋势 选择的时候及到规划 无线电视出台湾记者欧国强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